为国足加油 中国队加油 为国足加油 期待胜利的喜讯 为中国国家足球队加油 中国队加油 这是全世界调米的盛大节日 这是一场焦点之战 看台上上乎海啸般的大海声 让人是血脉喷沾了 球员们并肩而立 高唱出座 这是一个庄严而骄傲的时刻 所有队员和球迷们 都在国歌声中凝视着远方 中文字幕——YK 各位亲 双方手发跟荣出来了 好的 我们正式为您来转过这场比赛 他们有无数次机会可以杀死比赛 但却一次又一次将机会浪费掉 也许不会影响结局 但不怕一万 只怕万一 场上的优势很明显 其他后面还有更加精彩的表现 简轻暂时解除 给进攻画上了句号 这肯定是个犯规 另一招 咱们记下了他的名字 然后再看一看 他在电视的击达 之后 到了 这肯定是个犯规 整个犯规 就是个犯规 他最后的犯规 但是他在手上的犯规 他选择打门 他扑向踢脚 这条球他应该可以完成得更好一些 如果他想做得更好 就必须进一步提升自己的技术和把握实际的能力 刚才的脚法不够合理 所以并没有太大的离血 高林 他能完成射门吗 再次攻南 我们做到了 终于等来了 第一个进球 拿去折 干净很快 门将没处理好 像这种球员都有第六感 能迅速找到最佳的位置强点 脑子转得真快 挑战渗透 一次长途门行根本就停不下来 门前失射 打进一球 谁都没法预情背球会怎么样 在精彩的一轮盘带之后还能收获一个圆满的结局 太精彩了 刚进球之后往往是最危险的时候 一旦稍有充限就会被对手把握机会 将比分扳平 精彩的对决 看得我是心花弄放啊 我说的是看台上的美女 好几米 拿到了球 又有足够的空间 收到进了 他们领先了 太精彩了 离一下非常漂亮 创造出了绝佳的射门机会 进球当然不在话下 这球值得一看再靠 究竟谁能抢到球呢 高林 非常犀利的盘带 好的有足够的空间 显得有些忙碌 这种干净利落的快攻统长都很有威胁 如果最后的打门再合理一些 这很有可能会成为一次经典的快速反击 打击什么 从现在没人打 谁能先抢到呢 决家的进球 两球领先 比赛时间所剩无几 已经没有宣定了 在这个位置射门 他还能不进 等于是把凯旋门搬到跟前 他都踢不进了 我觉得这是我见过最让人震惊的防守了 你们怎么能让别人在进区里 完全没人盯防的情况下射门呢 门将肯定气得要骂娘了 不过可能远不及教练想骂得多 这球太漂亮了 射门 一脚尽射 但是被门将俊之门外 漂亮 门将可能手都振麻了 可以打门了 这球打门 他们太可怕了 领先三球了 比赛结果已经分晓 太给力了 神仙也救不了 这才叫射门嘛 直飞死角 他本能的知道球该往哪里踢 毫不犹豫 一记漂亮的射门 咱们看了下表 追想了他的笑 中国取得了三分 后面的比赛来说 是个很好的兆头 那么两会儿 你如何看待今天这场比赛呢 任何赛事开局 拿下三分是最好不过的结果 他们没有华丽的表演 但是非常的稳健 拿下比赛最重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去放一句 seguir 看看 完蛋 Oliver 你去放一句 だ 写保 你去放一ード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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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